吊得一发言 饭汤集合饭汤集合游戏结束游戏结束 饭汤集合游戏结束 饭汤集合游戏结束 哎团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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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哈喽徒弟 哎呀师父 哎怎么说皮肤秀起来 维斯现在还没有穿 快穿好急好急 OK 感谢南通 南通徐之魔的两个飞机 官方定制的皮肤 我们 给 给团团定制了一个 给我定制了一个 一手厨师帽 加破碎眼镜 加发病棉袄和雕的衣茶缸 开个位置 开个位置 感谢我是你的老马 我是你的老马 哇雕的衣穿衣服的 哇 哇 呃 带的衣 雕的雕的衣裳 哇 加厨师帽 哇 很帅 哇 茶缸细节 绿体压迹啊 团哥这个 哇 一夫 哇 把我倒了 哇 这皮肤这张的还有开 没有的 我可以 我就换个衫 OK 白衫在前个人 哇 我换个灰衫吧 换个灰衫 你要白色吧 换绿点的好点 你要不要白色 这是我们水有色 你要不要白色 画的 你拿白色盲的 想要 专属 专属 你拿怎么换的 不是 说不想要是 假的 假的 对呀 哇 哇 真好看 哇 哇 又 金钥匙抢了 还有一手 在一起 在一起 很有排面 OK 你们 你们俩站中间 好吧 我们把你围起来 好吧 围起来放个屁 可以 还有个钥匙 你们俩站中间 当然 我一会就拿金钥匙 就要拿金钥匙砸你们哦 和我们 等会给你钥匙打掉 抢了 可以 这个皮肤怎么样 男哥这个眼神 很忧郁 很棒 很好看 OK 你这个很棒 这手钥匙把它 很帅很帅 沙船都很保持钥匙 我还有 我还有两万 两万金币 是吗 两万金币 我没有两万金币 我也有两万金币了 我直接送了两万 房间码是吧 压力 没事没事 我们房现在是满的 他们进来的 没关系 这个就一百多 金币 一百金币是多少钱 他五毛一金币吧 好像 五毛一金币 五毛一金币 一块钱两金币 那就是 五毛一金币 五块钱两金币 那就是五百 四十块就说 法老师要考虑 算一下 算一下算一下 你算一下 五毛 别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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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出来就有点老了 五 不不不不不 五块钱 五十块钱 五十块一百金币 OK 五千块一万 OK 可开 可开 开了 哇 有没有又有没有又 我 Pete 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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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田 巴斯 巴斯 啊 很快很快 哦 走路 到不着 谁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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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先发言 起雾的一瞬间 我当时我说修凯 坦诚去玩不玩 他说玩 起司起雾了 你们走了 我刚想进礼拜堂 对吧 但是修凯没跟上来 我回头一看 杰哥倒在那了 修凯 把杰哥倒了 然后立马想进饭堂 绕了一个圈 然后我过去看到了 那个粉红色的鸡腿 好吧 全票打配秀可爱 过 好 这里黑皮发言 我在 在左上角的位置复活 在老酒馆这里 刚做了一个任务 然后往下走 走到了城市广场的时候 就已经就烟雾太大了 看不清 我觉得也可以想一下 谁在左下角 你们抱团的说一下 左下角这个任务 做的挺快的 过了 刁的一发言 全票打飞行 你自报是发言 几个点 第一 起雾的时候 以秀才为额领头 我们所有人往饭堂跑 而你却偏偏不进来 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并且在报警前的一瞬间 秀可爱大喊了一声 秀恩你去哪 是不是 所以你在 到达加拿大俄进来的时候 你瞬间没有办法了 你只能张一手 在你的视线内的秀可爱 但是秀可爱 在那种情急之下 看到你跑了 没办法 全票打飞行 河大强发言 我是跟西恩在理发店那边 不是理发店 市长门口办公室那里 然后出生的 当时西恩也是说 玩不玩一个谈整局 我当时就走了 西恩一直跟着我 然后其实他是没有对我动刀的 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到了广场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当时听到了秀才说 报他是额 首先我要说 我才是那个大额 如果他报了 我是那个坏人 或者中立的话 我没必要在后边再起跳 说秀才你不是那个额 所以秀才一定不是那个好牌 因为好人不会穿额的身份 然后那秀可爱这张牌 对于我来说 刚才听到刁德耶说 听就是说秀可爱说 那个西恩你在干什么 就是你去哪里 我觉得如果秀可爱 是那个好人的话 他一定会说是 西恩你别追我 而不是说西恩你去哪里 这句话明显是 一个人在追西恩的这种感觉 才说出来的话 所以这把我可能会信西恩一把 然后投秀可爱 但是秀才这张牌 我不放 是因为他不是大额 过 他起发言 我这把跟秀才哥跟刁德耶 我们是一起复活的 然后就一起走到了广场 然后最后起屋的时候 是一起进了法院 那如果 就西恩如果刀了一个的话 那另外一个谁刀的呢 当时我们人都是在法院里面起屋了 然后我只听到秀可爱说 他说仙呢仙呢 然后听到说仙 当时秀可爱是在找仙 如果秀可爱是个坏坏 他没有必要进来人群之中找一个仙 是或者不是 所以这一把我觉得投仙没问题 过 秀可爱发言 秀可爱发言 秀才才你在说什么 在这开局的时候 星直接要跟我报身份 我说好 我跟你躺埋局 我这把就跟你一起去报身份 然后这个时候起雾了 大家就去法院里面 我也要跟着 然后跟到门口 其实我都已经进去了 但是我看到星 他没跟上来 然后他在旁边 他就往下走 我说星你去哪 然后这个时候就拍了 那肯定是星 他能当到江南大额呀 我都进发 而且我就是要跟他报身份 我看他为什么 为什么要跑 我就不懂了 我 三三发言 那现在西恩黑皮 朱大强是一个正 腰的一 王拉奇修可 但是我前之位听下来 其实我更偏向修可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狼人 他找什么好人 他问西恩 西恩呢 要当做我的面 对不对 且他都已经进来 法院那么多人的情况下 只有他是一个好身份 他我和你对完身份 我才会只信 找你 但西恩是直接说 对完身份 直接反水了 踩手 包括黑皮是顺着 西恩的发言 直接也顺踩了 朱大强在我这听来 我感觉有可能 你没单了 在我这边 我其实更认 马老师这套逻辑 我这一轮 我应该会归心 对没错 因为我最后在饭堂的时候 我是以为仙已经嘎了 然后报警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修可 还在法院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 仙呢 仙呢 仙他不见了 他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个好人 正在找那个 跟他对过身份的 那个队友 但是呢 仙给我的感觉 就是想趁他不在 然后叭杀个人 反而还要踩一脚 更像那个坏女人 我本来以为仙已经嘎了 结果没想到 他是报警的 这一轮我肯定是会比较 愿意相信修可爱的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 当时在法院的时候 是想找仙 怕仙死了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这一轮 应该会投仙 过 好 这里是秀才发言 罗典两郎 西恩朱大强 朱大强自己爆炸式发言 为什么说的是爆炸式发言 首先他说他是鹅 然后西恩他说 跟那个跟他聊 说要不要坦白局 你是鹅 你有什么的 你直接就说 我是鹅 我是鹅 然后你边走边说 不就完事了 西恩是不是就知道了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 西恩说 跟我要坦白局 我直接就走了 但是他没有时间刀我 刚开始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刀你 狼还在CD 对是不对 然后你直接跳了一张鹅牌 来拉这个西恩 然后直接跟我对跳 你坐不实 西恩 朱大强 双狼 先出西恩 过 余小生最后发言 好吧 那就 就先西恩后面 朱大强 我过 我猜你朱大强 不会来 饭糖 对 是不对 你不敢来 我打 三哥 饭糖剑 三哥 你想打一把 很凶的 很新的打法 但是发现 逻辑跟不上 OK OK 是不对 逻辑跟不上 逻辑不对 想玩汉跳飞 想玩汉跳飞 我敢 逻辑不对 你什么身份 你敢 你什么身份 我讹 你讹对吧 那你为什么说 为什么 为什么西恩在那么明显的情况下 你还要 你还要说他没有道理 对吧 你这明显 因为西恩跟我一路走的时候 他就没杀我 哎呀 那怎么办呢 坏了 我看啊 先出秀可爱吧 完了 老的嘛 哎呀 完了 先出秀可爱 过了 于小赛发言 我是看到这个 朱大强跟屌德鱼 两个人互相 都变成了一个鸡腿 那这样子的话 都说秀可爱的话 那就直接把秀可爱投了吧 我过了 哦 上边是这么个情况呀 我和三哥当时 我俩在讲台这边的 那就先出秀可爱嘛 过了过了 我好像没心动 但我知道好人 没了两个 难受 我 不是 我干啥呀 我是无辜的呀 我也在法院那个讲台桌那里 出我干啥呀 这 怎么又出到我头上来了 过 你这轮这反应 来说实话 是不是差了点啊 这轮 那如果你这马老师上轮都保你了 你要是个好人 还不起 还不起跳 你还是这个反应啊 那这 啊 来 过 那这一轮只能打一个均衡啊 投一手秀可爱 因为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我们上一把 怀一个猪大墙和仙双狼 那就破了 对吧 然后先跟秀可爱不共编 那我们只能说这一轮投你秀可爱 因为要把那个局势给他打平 但是秀才你又是啥身份呢 对不对 那秀才他开始爆鹅 然后猪大墙又爆的鹅 然后他们两个又是好人 嘎了 那秀才也不是啥好人啊 对吧 就看秀才他是个中立 还是说他是带刀的 所以这一轮还是投一手秀可爱吧 先打个均衡过 就他哥 这把刀的一 怎么说呢 也不能负全责吧 他这个鹅跳出来的时候呢 他自己发言淤了 你知道吧 因为他非要保心 那个是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让这波 秀才肯定要出局了呀 在这种情况下 对吧 应该有人打秀才了 杀杀你什么什么 那大强 大强 对啊 秀才哥在说什么 不知道 我受不了了 我当时在那个地方 法院那个地方 按照开饭的那个案件 捞的不谈 只谈老马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秀才 他从下面冲上来 我就要开饭了 然后他刚刚冲上来 好想喝一瓶 跟他后面 好吧 我不知道现在 想上什么情况 我已经懵了 因为 因为我们如果说 先投错了的话 如果假设我们算 修可爱 他是一个狼 对不对 然后其他死的全是好人 他场上还有两狼 所以说很危险 还不知道有没有猎鹰 所以我开饭了 而且刚刚这一波 秀才 他其实已经不 不说他的身份了 就给我的感觉 很想很想 马上结束这个游戏了 我这一轮 有点想投秀才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 常常还有两狼 因为 朱大强 他是个好人走的 如果说 他真的是那个鹅 那秀才 他可没身份 那不 我投秀才 我不管 哎呀 着什么急呀 名震探 可谈 你个小狼 但是现在出不到 名震探 可谈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有好人面的 这把要出谁 我建议出于小C 黑皮 一三三 王拉奇 都是在现场的 对是不对 于小C 你去哪了 对吧 一定是狼眼 第一局的时候 这个于小C 他一定是不在的 感谢爱西利亚的 堕天使 那个冰雀巨人 冰霜巨人 全票出于小C 过 又抽一个 堕天使出来了 各位 于小C发言 那我这个的话 一定要反驳一下 我第一轮的时候的话 是在 我看一下地图 我第一轮的时候 是在街头向尾这个地方 然后我跑到了进出口 然后往港口 那个地方走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拉 就已经就是说 有人已经拉响了 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警报了 然后第二轮 我来说一下 这第二轮 这是第二第三轮来着 反正我是 跑到了中间 我看到三三 然后看到三三 我看到王拉奇 你们就直接拉响了 是我吗 你要想想看 这是我吗 你这个已经是在乱踩了 知道吗 这样子我一定要反踩 你这个秀才了 明白我意思不 所以我过了 老子李黑皮发言 那如果秀才哥的 这波分析来说的话 那于小C也可能是狼的 但是秀才哥肯定 也不是什么好人 对吧 上把他 如果是好人的话 他就不可能报额 然后朱大强就不可能倒地 对吧 听三三规票吧 我跟他三三走 过了 感谢爱丽西 谢谢 拉奇发言 我觉得这把秀才哥 应该是个 不带刀的中立牌 那 他刚刚才出了小C 去做了这个任务 我觉得也有一定可信度 感谢李一一的冰窗学人 黑皮 想约我单聊 我觉得 怪怪的 黑皮 这个黑皮有问题 问题也不小 然后 我不知道刺客还在不在 反正先不报身份 那我这把可能就小C跟黑皮 可能要 在你们两个里面选一个 过 秀才哥应该是个鸽子 投C黄 好人 投C黄 然后秀才哥应该是个鸽子 然后 黑皮 有可能和黄是双狼 先出C黄 然后 然后别让秀才哥 没有啊 没有啊 可以 好人赢了 零 哦 没开饭 他们得在一块 可以 啥子 秀才哥 鸽子走 没问题 鸽子走 好猜 你别说好猜 哪里有VIP 哎 图儿 喂 三个 喂喂喂 喂 喂 图儿 不是 我是好人的图儿 我是 我是好人 关鸟者呀 哦 是关鸟者 啊 我是关鸟者 你是啥 你是啥 我是关鸟者呀 你是关 怎么了 黑皮是狼 黑皮是狼 我是关鸟 三 三肯定铁狼 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 来呗 那我 他怎么说嘛 你也都 我 就咱们实验不动了 感谢爱希莉啊 谢谢 抱不了紧了 坏了 我都抱紧 你了 啊 哈哈哈 黑皮 电音 那不跑了吧 垃圾 别跑了 不跑了 就站这儿吧 让他 咱没刀了 也没得开饭呢 是吧 嗯 没开饭 没刀了 探别隐私 先刀 带带鸟 这把我 叼得一 80% 要给你唱个歌 负80% 哎 这啥 好唱吧 你唱吧 哎 干嘛去啊 喂 不跑了 你不是唱歌吗 刀个刀个刀个刀 刀 一把杀猪刀 这个很舒服 为什么 穿进去还能出来 一把杀猪刀 因为你是 绿一变坏了 这把真的 哦 很舒服很舒服 杀索 感谢 爱丽西亚的雪 没有一个人 索了索了 感谢爱丽西亚 我不是人 感谢爱丽西亚的 丘比特 你知道为什么不信你吗 我很难受 因为当时修可爱 他真的太天真浪漫了 他进来办法 先不见了 先他不见了 先呢 就给我感觉哇 他就是个天使 我这把铁信他 杀女 林侦探科团 收大 你这样不被这个妹妹天产喽 你出去 杀女 你爱我 感谢爱丽西亚 我只能觉得先 他说的话全都是放屁的 在那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了开了开了 高不负 高不负 高不负